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想 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 我们人类是不是非常的渺小 而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东西 我们了解的也不是很全面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我国的北宋时期 有这么一本奇书 全文几千字的内容 记录的却是渔夫和乔夫的对话 但是就是这简单的一问一答 却道出了虚无缥缈的天道法则 和为人处世之道其中的奥秘 像是完全洞悉了 整个世界的运行法则一般 全文可能有些晦瑟难懂 小编尽量就以简单易懂的方式 给大家进行解读这部北宋奇书 感兴趣的朋友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顺便加个关注 咱们正式开始 一切还要从北宋时期 一个阳光明媚 风和日丽的一天说起 说是在当时 有一个渔夫坐在伊河边钓鱼 这个时候有一个砍柴的乔夫 刚巧路过 可能走得有点累 就放下木柴 坐在旁边休息 出于好奇心 他就问渔夫 你这能不能钓到鱼啊 渔夫说那肯定能 乔夫又问 如果没有鱼饵 你还能钓到鱼不 渔夫说不能 没有鱼饵咋钓鱼 这个时候乔夫就说了 看来钓到鱼的关键是鱼饵不是鱼钩 鱼是因为贪吃受害的 你却因为吃鱼而受利了 都是因为吃 为何结果却截然相反呢 渔夫解释道 你没有干我这一行 不知道很正常 那我就跟你解释解释 其实我和鱼之间获得的利益 和受到的伤害是一样的 但是你只是看到了 站在人的立场的一面 假如你换位思考一下 从鱼的角度来看 鱼如果不吃这个鱼饵 就会被饿死 但是面对不吃 一定会饿死 吃了不一定会被钓的可能性 鱼就选择了吃鱼饵 同时我不也一样 如果钓到了鱼 我才有得吃的 没有钓到鱼 我不也要挨饿 鱼和人虽然一个生活在水里 一个生活在陆地 但是利益是一样的 正所谓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你只是看到了事情的本质 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变化 乔夫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说我不知道变化 那我问你 这些鱼可以生吃吗 鱼夫说是要煮熟才能吃的 乔夫立马说道 那你想要吃鱼 不还要用我的柴火吗 这样你的鱼 就因为我的柴发生了变化 鱼夫微微一笑说 你格局小了 柴到处都是 但是柴之所以能够煮鱼 是因为有火的存在 如果没有火 就算有一座山的柴 也不能把鱼煮熟 乔夫听后又问道 火的功能大于柴 我知道了 那为什么很多东西要用柴烧呢 鱼夫说道 柴是没有作用的 火是没有本体的 是因为柴燃烧了 让火有了体 柴有了用 火是从被用开始到出现体结束 而水是从体开始到被用掉结束 两者恰恰相反 却又生生相吸 就像火可以被水扑灭 也可以把水烧热 正所谓热水无良火 天下万物都是如此相生相克 这个时候恰好有鱼上钩了 两人就准备开始生火煮鱼 准备吃完之后再谈 吃饱喝足之后 乔夫又好奇起来问道 你是如何钓到鱼的 渔夫答道 我是有六种工具钓到鱼 乔夫又问 拥有这六种工具 就能钓到鱼吗 渔夫就说 如果具备这六种工具钓上鱼 那就是人的原因 如果同样是具备六种工具 钓不上鱼 那可能就不是人的原因了 这个回答让乔夫迎礼物里便说道 请你说明白点 我听不懂 渔夫解释道 倘若这六种工具少了一个 没有钓到鱼 这个就是没有把自己 能够控制的没做好 那就是自己的原因 但是具备这六种工具 却没有钓到鱼 这个时候 你把能做的都做好了 却没有达到目的 就是天意了 乔夫听后觉得 自己遇到高人了 就诚心发问道 我经常背一百斤柴 也伤不了我的身体 但是再加上个十斤 为什么就会伤到我了 渔夫回答说 背柴的事情我不太懂 但是我想这道理应该差不多 可以用我钓鱼的经验来解释 当我钓到大鱼和我较量的时候 我用尽全身力气也拉不上来 想要放弃吧 这么大的鱼也舍不得 即便耗费很长的时间 把它拉上来了 有好几次都差点把我拉进河里淹死 这不也是有很大的危险 我钓鱼和你背柴虽然不一样 但是这都是因为贪婪导致的 一百斤是你的承受范围 一旦超过了你的承受范围 别说十斤了 就算是一毫都会让你受伤 这和我贪大鱼不也一样 之后就是名和利 当你挤破头想要出人投地的时候 就会丢失一些东西 当你贪婪的想要获取一些利益的时候 就会造成危害 就像小偷偷东西的时候 偷的时候总觉得偷的少了 但是被抓的时候总觉得偷多了 当你不再有争名夺利的心态时 即便让你一天官升三级 互利百倍 都不会有什么伤害到底 乔夫听后感叹道 从今以后 我做事一定要量力而行 正因为这样 才是有智慧的 接着他又问道 既然你是知道大道理的人 那么太极是何物 两仪是指天地吗 渔夫回答道 太极是无为之本 两仪不是天地 是太极一分为二的称呼 两仪生成的四项 是阴阳刚柔 阴阳生天 刚柔生地 也就是一切事物的根本 万物相生相克 乔夫又问道 天地的本性又是什么 渔夫答道 万物的新生与死亡 冬天和夏天的交替 白天和黑夜的变化 当天地运行到最后 必须会进行变化 因为只有变化 才能通 才能长久 乔夫又问道 人为何被称为万物之灵 渔夫答道 人的眼睛 可以看到世间万物的颜色 耳朵可以听到万物的声音 鼻子可以闻到万物的气息 嘴可以品尝万物的美味 只有人可以这么全面感受到万物 所以就是万物之灵 同时世间万物皆分阴阳 它们的关系非常的奇妙 它们既不对立也不对等 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变化 就比如我们的君子和小人 假设君子为羊 小人为鹰 假如说没有小人的存在 你觉得君子还存在吗 很多人不喜欢小人 但是因为有小人的存在 君子才能凸显出来 他们之间的变化 就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化 如果这个时代君子比小人多 那绝对是一个太平盛世 但是如果小人比君子多 绝对就是一个乱世 因为君子成时小人奸诈 奸诈坏事 成时可以成事 乔夫问道 是不是成为君子就可以成大事 于夫说不绝对 人与人之间会进行分类 有明君就会有昏君 有君子臣也有奸臣 君子臣不会给昏君办事 但是奸臣却会给明君办事 好像在现在的公司里面也是这样 一个君子作风的领导 不会有奸诈的下属 一个奸诈的领导下边 应该不会有君子作风的下属 就是所谓的敬诛者赤 敬莫者黑 虽然仍无善恶之分 但是这世间的万物都有 黑白美丑 善恶正反之分 真正的道理从来都不是极端的 而是正反之间的那些道理 乔夫听后感慨万分 自言自语道 我听说在上古的时候 有圣人福西 今天就好像见到了 对着渔夫连连拜谢之后 转身离开了 渔夫开口说 你我今天一别 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 还会再见 这本渔乔问对 是北宋时期的儒家无子之一 邵雍所作 他一生隐居不出 却通过《易经》推算了天下事 这本书通过渔夫和乔夫的对话 说出了古今兴衰等厚重话题 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于一起 并且通过渔夫加以解释 让乔夫知道这其中的道理 我们又何尝不是乔夫呢 视频前的朋友 对于这本书 是不是起了很大的兴趣 通过小编的讲解 有没有学到有用的知识 对于这本书 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都可以在评论区大胆的留言 今天的视频到这也就结束了 小编对于这本书 也只是讲了一点皮毛 总结出来一句话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那就是万物相生相克 有得必有失 在您做决定之前 不妨冷静地思考一下 尤其是被巨大的利益诱惑的时候 最后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支持一下小编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坐下来 感谢观看